因为鱼饵太重,价格上万的无人机掉进了水里,钓鱼秒便钓无人机,众人在原地生火,烤起无人机。 索性第二天一早,无人机满血复活,可把操作员乐坏了,这下工资算是保住了。 调查团拜访了当地原住民的酋长,酋长告诉众人,曾经在上游发现过长达五米的白雪。 众人随即乘船出发,一路上水流格外湍急,四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漩涡,稍不留神,小船就可能被吸入河底。 最终,众人还是平安抵达了目的地,酋长的亲手制作了鱼饵。 因为不敢再让无人机冒险,于是酋长亲自乘船将鱼饵投放到了河中央。 在绵绵细雨中,调查团再次开始了漫长的等待,就这样干等了一个小时,还是一无所获。 就在摄影师准备下班的时候,于现突然传来了动静,这会是众人想要的白雪吗?